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中场上涨100点 为整个2016年画下一个比较漂亮的据点 当然今天你可以看到 盘面上几乎是八大肋骨同步发动 那么尾盘台积电一笔单往上拉 刚好就让指数涨了100点 那也让这个月的月K线收红了 那么跟过去的历史经验应该又是一样 那么12月上涨几率大概就是90个percent 那这个月也不例外 很可惜 很可惜 今天涨100点 我问大家 你认为涨这个100点 你有没有感觉 那我相信我得到的答案 会有70%到80%的投资朋友 你心里面一定会说 今天收这个红盘 那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因为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八大类股奇洋 当然除了生计以外 那么金融股涨了1个percent 电子股涨了0.87个percent 百货橡胶纺织造纸 你看 这些族群 通通都长得比电子多 所以你问我 我只是告诉你 今天当然是人工盘的味道相当的明显 成交量500多亿 对于整个趋势的扭转 它并没有帮助 但是对于整个人气来讲 应该是略为有一点回升 只是一点点而已 因为我们最近在农历 在整个农历封关之前 这段时间 我心里之后就准备农历封关了 那2016年底 我们的主管机关开始演绎 要扩大我们的当冲税率 往下降 砍一半 那么希望说人气能够回来 那这个政策对我来讲 我只是觉得说 如果台股每天的成交量是500多亿 那么不好意思泼一句冷水啦 你想冲都还没有标的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立场 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整个台股右肩盘头的格局 没有改变之下 2017年 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回顾我们过去这一整年 那当然台股站上9000点之后 从7月18号开始 我们看空台股的结构 看空个股 一直到今天 它并没有改变 站上9000点之后 台股从9000点起算 也才涨了253点 对不对 而涨了253点 很多的个股却是这一波 大盘涨到9000是没他的份 然后呢 跌的时候比别人凶 破底之后再破底走盘跌 这种股票非常非常的多啊 所以我说这一波的台股结构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是非常的凶险 因为盘跌你没感觉 但是时间一久了 你会发现股票怎么越跌越深 到最后有利空出来 一回头不得了了 两层三层五层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特别谈过整个台股的架构 我说台股走到这边来 基本上呢 就是等一个黑天的爆点 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虽然是人工的座架 往上拉 但是你要特别留意哦 新立的封关收在9253点 从9000点起算 涨到了今天 也才涨了253点 什么意思 你整理了这么久 才涨253点 那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当台股占上9000点 指数虽然往上涨 但是外资却是在卖 不是吗 所以你用9000点当基准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这波外资从低点 一路往上买到9000点之后 他也学聪明了 来到9000点 我就是慢慢卖 所以你会看到外资不断的在减码台股 而且它是获利了结 那么现在台股在等一个什么 等一个盘头完毕的确立 就跟这个位置一样 所以你要去想的事情是 为什么从我们今年年中开始 7月18号告诉你的话 当台股占上9000点 很多人讲说 占上9000点叫多头 我说多头 不对 多头已经结束了 个股已经开始仰套杀 后面你看到指数虽然来到9399 后面往下掉 川普事件向下爆量 接着指数又拉回来 你会觉得说 这个指数跌下去又拉上来 那我的股票为什么没有创波段新高 这就是问题的嘛 不是吗 所以前一阵子我告诉你 台股的结构不佳 小心往下修正 结果呢 M头座确立嘛 来到季线座逃命 昨天来到这边整理 今天虽然是心力封关 人工盘非常的明显 但是我昨天就举例了 我说今年的均量啊 今年的均量跟去年比 大幅度的衰退 日均量 那今天虽然拉了100点 可是增加量有没有扩大 并没有扩大嘛 那表示说什么 这波破线的反压 它是确实存在 而且结构上面 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也是确实存在着风险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从台股这一波拉上来的过程 那我们不断的举例 我说如果涨的股票跟你没关系 那么就代表这个结构是有问题的 你不但赚不到钱 你会赚指数赔价差 所以台股之前 川普风暴之后 当然有创新高 对不对 可是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它涨什么 它涨金融啊 它涨金融就代表说 电子股会变得相对弱势 所以如果台股的主流结构 叫电子股 那主流不涨 变成金融串场 就只能回归基本面 所以现在我要去告诉你说 风暴即将来临 它是在于结构面 而不是在于指数面 因为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波护盘的标的 非常的明显嘛 对不对 金融走出多方结构 之前在护盘的时候 涨到9430点往下拉回 让台股灌破季线 对不对 可是金融的季线还在往上走 所以目前金融还是一个多方架构 并没有改变哦 可是问题是金融是主流吗 打一个问号嘛 金融能不能取代电子 当然不行啊 对不对 以目前台股的结构 未来五到十年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你去看电子股破线之后的反弹 一直到今天 季线也没有站上去 季线并没有站上去 对不对 今天即使台股涨了一百点 电子股也没有过季线的反压 并没有 并没有 所以现在电子股的季线扣底在这里 接下来 明年的上半年 至少前两个月 他的扣底还会在相对高档 那我假设 这边他如果过不去 接下来他就要往下做修正了 所以川普当选那一天 你看到爆这个量 你看到美股后面创历史新高 假设我们台股的结构是没有问题的 外资是不卖的 反手再加码的 那么我请问你 为什么电子股 这边爆量出货之后 反弹上来 量几乎都没了 所以这边叫真跌破 走个ABC反弹之后 接下来准备走主跌段 如果金融是多方结构 电子是空方结构 那一来一回 你要小心的是 后面电子股的脉压涌现 因为外资确实提款在电子嘛 不是吗 所以讲到这边 我相信很多人 应该心里面都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对啊 今天心力封关 看起来一百点相当的美好 表面上的美好 并不代表结构上的美好 对不对 八大类股起扬 没有涨到你的股票 就是不好 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看到蛮多的高价股走弱 尤其是这家公司 1707的葡萄网 事后证明 检调帮他验证了嘛 公司派讲的话 跟实际调查出来的不一样 那我记得我在迪迪迈那天我告诉过你 我说 如果你去看葡萄网 在12月7号的时候 多喜临门 什么时候会抢搭中国大陆的保健食品 对不对 外资调高平等311块钱 在这个位置 结果 当外资调高平等的时候 他们却来反手卖 为什么 有谁先知道 这是你要去想的事情 结果呢 昨天一个交易日 公司派出来讲话了嘛 对不对 那信心喊话造成一个大幅度的震荡 结果震荡完毕之后你知道吗 融资跳进去抢搬坛 他们相信葡萄网 老牌的公司 结果你却看到单日 外资大砍葡萄网 那外资 为什么要大砍 回到我们当初跟你讲的 我说个股只要高档破线啊 各位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去猜低点 低点在哪里你绝对不知道 破级线在调高平等 外资边叫你买还边熟卖给你 事后证明 外资 应该是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厉害 所以今天葡萄网当然 新闻非常的大 我相信我不用讲 我不用讲你都知道了啦 员工自己承认嘛 上面有交代 下面就要做 那做了之后呢 一家老牌的公司 信誉就这么毁了 从243块钱调高平等 到现在187块钱 不多啦 一跌就24% 那你去想 这样子的股票会不会越来越多 一定会越来越多 请你自己小心 学校之后我再来告诉你 有哪些标的是2017年 我认为最会跌的族群 学校之后我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货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收拾由翁蜂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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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 新酒开车最危险 海人海技没保险 来回到现场 现在你该怎么做 唯有放空 你才有机会为自己争取 下一波 十倍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 你如果在台股盘头的时候 没有躲掉 没有反手放空 接下来即使有这种行情 跟你来说 对于你来讲 应该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提到的是风险 风险在于 当骨架在高档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的利多 可是骨架却开始长不动了 那就表示筹码出问题了 技术面出问题了 所以 你常会看到这张字卡 骨架在高档 筹码面 技术面为易规 因为基本面早就已经发酵完毕了 从台股站上九千点 每个人都说 站上九千点 开始用力买股票 我告诉你 站上九千点 中小型股仰套杀 筹码开始冲动 空军开始集结 空最高赚最多 站上九千点空 九千两百点空 九千四百点还在空 后面台股跌下又涨回来 九三九九 我再告诉你 还是空 赚指数赔价差就是一再重演 为什么空单可以有这么大的空间 高价俱乐部可以有这么大的空间 因为这叫空方的结构 指数对你来讲没有意义 个股一旦走弱 你要扳手放空 红升 今天我们在空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空一笔加码一笔 我说内肢股撤退 小心爆量多杀多 当时你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一个空头现行 结果一跌 哇 我价差单做的四趟 拨断单一次回补 4月11号 更早之前我没告诉过你 小心哦 小心哦 结果空完之后补 其实我们今年放空的历史记录有很多 非常的多 我7月的时候我还空过 来红硕 38块钱 空完 18%补掉 反弹上来我加码再空 下来我再补掉 超重 179块钱我空 做两趟30块钱我补掉 结果超重呢 看 补完之后还跌到111 补完之后还跌到111 现在反弹上来 可是它就是一个空方架构啊 不是吗 星象 7月12号空263275 空完之后 连做三趟 也是一样啊 88块钱价差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问我 高价股只会这么弱 我会告诉你 你目前台股的成交量 养不起 这么多的高价股 它光养一档大力光 养一档台积电 就很辛苦了 那其他的股票 最近传产一番红 这么多的投金金鱼人 逼得怎样去卖高价股 转进中低价的大量股 那想当然了 高价股 第一个高本益比 第二个基本面非常好 第三个中食物很爱 结果他们都轮流在破底 那你去想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说当股价在高档的时候 请各位投资朋友 你务必小心 存筹码面 技术面操作 我今天开到这一档老牌的公司 其实我蛮感慨的啦 何必为了一批货 去篡改日期 去把自己的商欲给毁掉 公司派讲说是家族内斗 那我记得我当天讲 不管内不内斗 检举的人他是有所本 不是吗 所以我当天在讲葡萄王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高价股的代表嘛 对不对 那外资的动作很明显 这边买了一缸子破季线 我要糟糕套牢了 所以呢他就告诉你 哇我调高平等311块钱 结果他就编卖给你 今天破底了嘛 然后融资就跳进去抢反弹 全套 你这个年怎么过 明明知道破季线的股票不能抢反弹 你还是认为可以抢 不是吗 正如同我之前在讲 我们今年看空两次 第二次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跌完 第一次看空在3月的时候 当时我讲凯胜嘛 对不对 讲完之后 如果说留意法人动向你当断折断 结果你不断 后面大力光冲高 关他什么事 每个人都在跟你讲第一基棋第一根 就在这边嘛 叫你追进去后面全套 全套你不停损 后面跌到77 你光看这个现行 光看这个筹码 我当时跟你讲的话 我当时跟你讲的话 当断折断 我跟你讲的话 大力光在掩护其他的苹果出货 结果融资就拼命摊品 外资就很高兴 因为他的筹码要丢出来 就有人拼命在买 事后证明 外资虽然他是停损 但是他有退 至少有退的人才有本嘛 那你没退的人就等在这边 等解套 所以一年过去了 来 如果你今年 你今年买到凯胜 那你明年怎么办 所以我说风险在哪里 当个股走空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去拆低点 因为你永远拆不到低点 一根跌停板 就是10% 你今天买的再低 热升啊 115摔到40几 够低了吧 神秘买盘进场 你跟着神秘买盘进场 你后面跌到这里 当然不是每档股票 都一定像热升 但是今天葡萄王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在老牌的公司 只要出问题 这种东西很严重 非常的严重 所以当然 你要去注意筹码面已经发酵过的 你要去注意筹码面已经发酵过的 然后如果你有的 错了就错了 不要急着摊平 我这两天在讲 违心 二十几块钱飙到九十块九毛钱 结果呢 MHCI纳入成分股 爆大量之后就结束 MHCI纳入成分股 爆大量表示有人跳进去买 买了6.52万张 那表示什么 有人卖了6.52万张给外资嘛 那谁赢了 大概是二十几块钱 一路把它做到八十几块钱的人嘛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融资 话才讲完了 高档破线的股票千万不要摊平 你看这个融资就狂飙 当然我认为 微星是一家好公司 可是再好的公司 一旦筹码有问题 自己小心 当初3552同志 绝对是好公司 对不对 可是一旦破线 你不走 后面就出问题了 这种整理形态要多久 少着三个月 多着半年 甚至是一年 那你明年一整年都不用做事了 就在等解套 所以这一波你要特别小心的是 当高价股转弱了 高价股转弱了 特别的提防 它后面的走势 2017年 当然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来不及讲 我们节目有一个异动 那么这个异动 我希望说 旧与新知 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 我们能够保护你 在看起来像多头 结构上是空头的时候 创造这么大的空军方向 空军的 空军的获利 我都希望你 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好好的把握 2017年 最会跌的股票 进行布局 跟上我们的列印计划 就可以操作顺利 新年快乐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云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变大头顾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听说每月20号那周 都会很重要的事情耶 我不知道 初一十五到四十五 20号是要干嘛啦 你好 我是人力资源寡查员 人力资源调查 我了解就业事业状况 规划能力发展政策 而12日那周 我们会大幅访问 所有资料都会妥善保管喔 我是扎阿高 访查又讲真实资料喔 人力资源调查好 好